各位來這邊,其實我也知道說,我只能夠買一些東西,那我並沒有辦法進去看它,不過因為我跟先生結婚33年以來,他以前出國或是到中南部去比較長時間的long stay,他都跟我報告他的行蹤,叫我不要擔心,那這次可能會遇到一段時間,就是我沒有辦法真正的去, 去關照他的一個身體,所以我今天來這邊,雖然沒有辦法去親自見到他,但是我覺得我來這邊,我覺得我自己的心跟他更近了,我也要來這一趟,那當然我也是選擇一些主席喜歡的東西,他當然喜歡吃一些青菜,然後跟一些他喜歡看的書送給他,那昨天他要出國, 我出門以前啊,他突然跟我講說,哎,廢棄怎麼翻,他好像感冒了,後來我扯扯口水說奇怪啦,那我好像也是一樣,好嚴重的感冒,我喉嚨很痛,他說他也是,所以我們夫妻結婚33年來,除了晚上,就算不在一起,我們也要互相包背之外,我們連生病都同一個時間發作,有時候這事情的批評,我們講出來的一個term都是一樣的, 所以我今天見不到他,但是我要來這邊,代表說我已經來這邊,我的心跟他是更接近的,我到這邊來跟他捍衛他的清白,對於昨天那一天,我很傷心難過,但是我沒有哭,我打起精神來,我要跟他站在同一個陣線,我們繼續奮戰下去 謝謝